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小老二的故事 今天崔薇不是我我媳妇我小姨子 我家助理杨夕还有我家娜娜 我们还有老二六个人出去对吧 五个女的一出门就是五个女的 对吧家我们家杨夕在讲 崔薇小姨子还有两个闺女 是不是五个女人 完了之后的我们就分头行动 吃完饭之后呢 这不是先给崔薇女士买了点买了点买了点礼物啥的 然后就开始分头行动 所以是带孩子出去玩 崔薇就说了那我带老大 完了之后我就跟杨夕 我们俩带着我家老二去玩去了 走到路上呢老二就看到那个玩具店了 这不是他妈不在旁边吗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我们走的时候看见了 他妈让你停对吧 对他妈他妈没带他 我带他不是 他就问我爸你给我买个礼物吧 他说你给我妈买了礼物 你给我买一个礼物吧 你说小孩老铁刚三岁多 给我直接问问了 走到那个玩具店就不走了 他说爸你给我买个礼物吧 我说爸没钱呀 他说我听我妈说你挺有钱的呀 真的老铁没有一点就是变化成分啊 他说 我听我妈说你挺有钱的呀 我说我没钱呢 我家杨夕今天就在我旁边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有钱呢 我家老二给我来一句 我天天看你工作 你没有钱吗 当时跟我说的和我家助理都嘎嘎乐 然后他老二给我来一句 我天天看你工作你没钱 他说你真的真的你给我买个礼物吧 真的老二 突然就发现我家老二长大了 一下子就长大了 我天天